你知道台湾八大夜市,十大经典小吃都是哪些吗? 快来一起看一下吧,有机会一定要去逛一逛。 台湾八大夜市都有哪些呢? 1.嘉义文化露夜市,干净整洁,轻轻向荣。 2.台南花园夜市,网络名气火爆。 3.高雄六合夜市,老牌经典夜市,据说已有60多年历史。 4.中立新名夜市,游夜市看古迹。 5.宜兰罗东夜市,全年无休的不夜城。 6.华西街夜市,电影战盟曲剪地。 7.零下夜市,老台北。 8.基隆庙口,热情似火,十大经典小吃主要有。 1.棺材板,棺材板人于台南夜市把厚片都是炸成金黄色厚,挖空中间的面包,淋上浓稠的海鲜浓汤作为内馅。 8.名气最响的,台南,小饼夜市,2.大肠包小肠。 9.俗称台市热狗,是香肠包着糯米肠。 9.把年牙的糯米塞进大肠中,用炭火烤锅切开。 10.尿入台市传统微甜的香肠内,不同于热狗。 10.名气最响的,高雄,瑞丰夜市。 11.三.臭豆腐,与榴莲一样臭豆腐令人又要恨。 11.名气最响的,台北,老河夜市。 11.四.胡椒饼,胡椒饼是台北饶河夜市的人气王地点位于慈右宫外面。 11.几位师傅就在墙边烤炉内烤着惊为天人的胡椒饼,无论任何时候都大排长龙。 11.不过,一旦你尝过热辣松话,咸度适中的胡椒饼后,你肯定欲罢不能,名气最响的,台北,饶河夜市。 11.五.柯仔煎,柯仔煎最早的名字叫煎食锥是台南安平地区老一辈都知道的传统典型。 11.现在是台湾夜市里相当普遍的一道小吃。 11.名气最响的,台南安平,嘉义东石,屏东东港。 11.用卤肉饭,卤肉饭,将猪奶或猪煎饮慢火炖卤。 11.卤汁内共加入超过10种香料。 11.由早上开始卤到夜市营业。 11.众所皆知,麦顺的卤汁第二天人会循环再用。 11.周而复始,这正是它美味的秘诀。 11.在台北,卤肉饭是采用勉制肉,而台南则用猪肉粒。 11.名气最响的,高雄,戴天宫夜市。 11.西丹仔面,丹仔面的制作有两个关键要素。 11.由于祖传秘方金炖的入造。 12.由于虾头熬制成的高汤。 11.台南小吃最有名的就属于民族路二段的 12.杜小月丹仔面了。 12.其由来是因为第一代创始人,原本是以捕鱼为生。 12.干营捕鱼人全靠天吃饭,常常因为天后不佳。 12.过着小月极生意清淡的月份的生活。 12.于是干脆挑单卖面,度过小月生活。 12.后来干脆取个名字叫杜小月丹仔面。 12.没想到一碗小小碗的丹仔面就卖过百年。 12.名气最响的,台南。 12.七葱油饼,虽然内地许多地方都有葱油饼。 12.不过这个大家都爱的今年小时在台湾市以油炸的形式炮制。 12.不用油煎,相对于传统葱油饼,口感较酥脆。 12.名气最响的,高雄,六合夜市。 12.八炸虾卷,将新鲜捞补的大虾以面粉包裹放入油锅炸好。 12.起锅后淋上甜酱,酸酱和芥末。 12.成为一道酸酸甜甜,外皮酥脆,入口即容。 12.枪笔醒神的美食,名气最响的,台南,小扁夜市。 9.酿油鱼桶。 12.这一特色小吃来源于台湾台中著名的冯甲夜市街。 12.设计灵感大约是来源于法式菜谱。 12.将炒过的西班牙饭塞进鱿鱼桶再下油锅炸。 12.最终浇上法国地溶芥辣及沙拉酱调料。 12.称得上台湾最具特点的炒西班牙饭。 12.知名度最响的,台湾台中,丰园夜市街。 12.食粮原,粮原是用双层粘米粉做的全透明的表皮内裹住小红豆。 12.绿茶叶,山芋,与之抹茶等口感。 12.这一色香味具全精美的甜品将给你的夜市街美食之旅画上极致据点。 12.知名度最响的,台湾高雄,六合夜市。 12.这些最具台湾特色的夜市和小吃。 12.你都逛过,吃过几样了呢? 12.知名度最响的,台湾高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